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CBA关注一下广东南兰 关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那么最近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广东南兰队的跟对英语记者翻译 小鱼是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与维姆斯正在外就餐的一个情况 同时就着就餐,对吧,也是与各位网友进行了一个直播的互动 那么由维姆斯亲自进行直播连线 然后这个小鱼在旁边给他做一个翻译 两个人的关系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好 那现在维姆斯所以没有离开中国 情况我们之前的视频当中也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是因为他与前中国南兰队的中锋 也是CBA总冠军成员许涛 在四川有一个训练营 许涛的话呢,是作为训练营的主要的中方教练 而维姆斯则是训练营的美方教练 所以说双方的一个合作导致目前 维姆斯依然在中国 他的具体日程的话呢 也是在这次直播当中向大家透露了 将会从4月30号赶往四川 一直到5月4号都会去忙过这个训练营的事情 但是机票已经买好了 他的离开中国返回自己的祖国美国的日期呢 将会是在5月5号 北京时间的晚上21点半 坐那个飞机去前往美国 然后进行一个长时间的休假 毕竟这一整年来对他来说还是比较累的 据悉啊,这个休假时间将会长达4个月 他要到9月份才会再回到中国 当然了,大家相对比较关心的 还是他下个赛季能不能够继续待在广东呢 包括他的一些去小问题 维姆斯也是直面回应了这些问题啊 不过对于能否留在广东呢 维姆斯跟此前在社交媒体上 回复球迷的回答是一样的 这个不太确定 但是他表示啊 下赛季应该还会继续留在CBA当中 如果说疫情情况允许的话 他会将自己的家人也全部接到中国来 如果不允许的话呢 那正常来看的话 他自己也会回到中国 继续去留在CBA去征战比赛 同时回来的日期的话 大概是在9月份 那就是说差不多在CBA正式比赛开始前 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 进行一个回国 那个时候的话呢 他将会去考虑一下自己的一个下家的问题 今年的CBA的话 因为押运会的原因 有可能开幕的日期的话 会比往前稍微晚一点 所以说这也给了维姆斯一更多的休整时间 同时的话维姆斯今年是比较累的 至于能不能留下广东队 这个可能要看具体的情况 一方面的话 今年整个外援的线心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说广东南栏 有可能会力图寻找一些综合能力更强的外援 尤其是内线外援 而维姆斯的话呢 本身今年的这种体力 特别能够看得出来 消耗是比较严重 可能面对辽宁这种顶级对手的时候 优势并不像过往这么大了 另外一点的话呢 维姆斯想要在CBA找到一份工作 我个人认为倒并不是很难 可能有两个方向 一方面就是去一些实力相对比较弱的球队 比如说宁波啊 福建啊 这些联盟垫底的球队 那么他们可能会比较倚仗维姆斯的这种经验 而且的话呢 面对强力的时候 这些球队也不太苛求能够球队获取胜利 所以说维姆斯在这种球队当中 有很大的生存空间 另外一种的话 就是有能力签下三万元 甚至是四万元的球队 但是也有一定 想在季后赛争取一些成绩的球队 像北京守港北控 这些俱乐部都是不差钱的 可以摆上三到四个万元 那么可以把这第三第四的万元名额 给到维姆斯 虽然说在常规赛阶段 维姆斯可能很难像过往那样 非常强力的输出 但是到了季后赛 尤其是一些关键场次当中 他的一些经验和作用 还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我们说 现在维姆斯的状态下滑 只是相较于面对辽宁 这样的联盟顶级球队 他可能打不出过往的表现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首轮面对天津也好 包括次轮面对浙江也好 这种四到八名之间的球队的时候 其实维姆斯的整体输出的能力 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面对一些 季后赛边缘的球队 像维姆斯他的经验 包括在季后赛当中的这种表现 还是能够帮助到球队一些帮忙的 这种表现是非常明显的 好